哈喽 大家好 邻居买两颗花 我给邻居把这两颗花栽上 一个小红掌 一个小粉掌 而且它这两个小盆也非常漂亮 我就是 给它栽上 我顺便讲一讲 这两颗花是怎么样的 其实差不多是在 十年之前吧 我就买了颗红掌 结果我那颗红掌 结果我那颗红掌 就跟我同时期 单位同事买的那个 他们买的 就是都养死了 结果我那养的非常好 不断的就是那么一大坡 整年 长年 没说好几年呢 那么开 可能也是就恰巧 我这人可能有养花的命 就是我放那个位置吧 当时也不懂 你看当时买的这个花 差不多十五年 二年前了 我这花为啥养那么好呢 跟我们一起买那个 他们早早就养死了 养得越养越抽吧 越养越不好 我那个越养越旺 就是它那花灌的形状啊 总是那么大 总是不停不停的 这个花一遍一遍 就是层次 层出不穷的 不停的一个个的抽 一个个的抽 那个状态也好 非常漂亮 其实吧 倒不是说因为我那时候不会养啊 倒不是说我会养 恰巧是因为我放的位置是正好 所以说我那花养 我放的那个位置呢 就是那个 什么样的位置 过去那个老楼哈 那个老楼就是 咱们一般的过去的老楼 不是外边有一块 有一块阳台吗 有个阳台 阳台完了这个就是客厅 完了 带阳台的这个 这个那个 房间嘛 正好是客厅 完了客厅 阳台完了进客厅 这边还有一道窗户呀 我就搁到 那个客厅的这道窗户的 那个 那个 靠西边这个 那个 这个位置 正好那个位置上 见光吧 不是很强 中午特别强的光光 能见一小倍 等到下午两三点钟 那个光特别强的时候 正好 那个 那个 墙就给它挡住了 哎 结果那颗花长得非常非常好 每次一起买的那个花 他们那个 找找就要养死了 他那个状态总是那么好 层出不穷的 一朵花一朵花就出 这朵花落了那朵花出 这朵花落了那朵花出 哎 特别特别的好 所以说我就 我就一下悟出来了 啊 那个 其实不是说我养的好 可能恰巧我放那个位置 放对了 因为那时候不会养花 刚养花 这花说回来都有二十年前了 啊 恰巧那花就养的那么好 看 啊 这个邻居哈 他医院的邻居 他又 拿了两个漂亮的小盆 两个一模一样的 我给他摘上啊 我给他换上 啊 以往我也告诉他 放到 就是稍微有一点光就可以 而且这花对土要求不是很严啊 对土要求不严啊 不是啊 对水啊 对水 对水要求不严 对土要求也不是很严啊 就是那个 浇水的浇水 你看它干了 你浇透就可以 这花完全可以浇透哈 这这这 这个是红掌 也管这个 这个是粉掌 这条梦幻 反正这是那个 那个小红掌 啊 其实这两个花 应该摘上很漂亮的哈 我现在就给他摘上 你看他拿来了这两个小盆嘛 他这土还很好 这个花我估计很快就养死了 但是这土还不错 啊 我觉得就不应该没有必要换 就用这个原有的土就行 你看那土啊 那土是新的 还很好呢 所以说不用给他换 土太干 我这点儿便灰上来 一会儿给他浇透 哦 它这个盆吧 这盆里那个 汁不透吗 都非常干了 非常干了 你一次性浇水 把它会滚的 所以说 有得慢慢 慢慢一点点浇啊 一会儿往下腌一腌就更好一些 土有点儿放的太多了 我现在往下浸一浸 土就能 土就能剩一下 嗯 嗯 网友们 嗯 就是我前天就是 嗯 我刚才发了个视频 就是 嗯 就是 教大家认识草原上的植物 哈 因为我上中端熟就学的是草原专业 就是一般的草地上的植物 我们都认识 嗯 植物分 门缸木 棵树种嘛 植物是哪一棵 哪一树哪一种的 哈 我们应该比你们都熟悉哈 都知道哈 如果也喜欢那个 想学认识植物的哈 以后就注意看我的视频哈 我就是 我能播 就能录 就给大家争取录几期哈 大家知道我们常吃的白菜是什么棵的吗 它是哪一棵哪一树哪一种的嘛 都不知道哈 比如说茄子呀 西红柿呀 嗯 那个芹菜呀 它们都是哪一棵哪一树哪一种的哈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 我们身边最常见的蔬菜 植物 还有野生植物 还有花卉植物哈 都慢慢的 我有机会都给大家拍哈 大家喜欢认识植物的呢 就跟着我的视频学哈 嗯 还有哈 我今天 我昨天去路 前天我去路油菜 去路油菜花的时候吧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 嗯 一个 东西 要我路下来了 是什么呢 蜂蜜 就是我去路油菜花地 那有那个春天上万五 有油菜花地 旁边就有养蜂的 是他们是浙江的 一位大姐和大哥他们养蜂 就在那油菜地旁边养蜂 嗯 他们那个 嗯 来到这儿也就 才二十多天 已经采了一千多斤的蜜 嗯 头两天吧 是因为是那个 就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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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公英啊 就是花开的最好的时候 婆公英的花蜜是最好的 嗯 那个 婆公英和其他别的 那个草店上的那花那个蜜 叫百花蜜 这个蜜比较值钱 结果我正好是路油菜花旁边 他们在旁边住 在油菜地旁边住 嗯 他整个 就是那个 蜂蜂江那个 取江那个过程 还有他往那个 就是那个 去那个 往蜂蜂江那个 小穴里边放那个 那个涌的时候 这个过程全让我录下来了 嗯 那个 就是这个 嗯 整个养蜂的 大哥大姐 跟我唠了很多很多 我把它录下来了 下两个视频呢 好 我就给大家 那个 把这个 那个就是 他们怎么放涌 怎么取 把蜂蜂江提取出来 他录那些 他们酿出来的那些 百花蜜 嗯 我都给大家录了下来了 好 大家 那个 要是感情的话 就看我下两期视频 好 我那个 我 对那两期视频 我剪到一半 还没剪完呢 剪完之后 那个 我就给大家 传下去好 看一看 养蜂那个过程哈 啊 他那个蜂蜂江是怎么酿的 完了他说那个蜜是怎么酿的 哈 他们现在吧就是 开始就是 已经百花蜜 他们已经完全都酿完了 他说是25亿斤 完了那个 但是要有感兴趣的 啊 那个小伙伴到时候可以吸引我 那到这里买的话 我想知道怎么样 就给你们那个 悠悠过去哈 啊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加粗窗啊 我加粗窗 我这两天就琢磨这个问题 大家不喜欢那个养那个 蝴蝶兰那个土吗 结果那个粗窗完了 我不够平台加粗窗的条件 得万粉 我现在才五千多粉 啊 结果就加不上 加不上 嗯 希望小伙伴们给我的视频强烈推荐哈 让我的视频得到更多的人的 能看到哈 看到之后我的粉丝很快加到一万之后 我就可以开粗窗 开粗窗就是我们这的好的东西 你们就可以 嗯 那个在我的橱窗里边买了哈 嗯 嗯 就是这样子的哈 嗯 我摘完这两盆花之后 我赶紧把这些那个蜂蜜怎么 他们怎么采的那个蜂蜂蜜 怎么放的涌 怎么的 哎 那个过程非常好 我都录下来了 都那个 那个一期可能录 那个放不完 我我结成两期给大家放出去啊 看看怎么样养蜂 怎么样取蜂蜂蜂 嗯 完了 他们那个蜂子 这个 嗯 他们的蜂 这蜂子 这一箱蜂子里头 嗯 什么 嗯 年轻的蜜蜂和那个 嗯 年轻的蜂蜂和那个 老的蜂蜂 还有蜂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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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怎么样蜂蜂的哈 那个姐姐都跟我说了 说的很详细 特别有意思 我都录下来了哈 啊 一会儿我就是 嗯 有时间 我剪完剪完 剪完就很快传上去 哎呦 这小蜂子特别的多 传上去完就给大家拨出来哈 你看看这两盆花 这批花啊 哎呀 我一会儿给它剪完之后 我得给这个擦干净了啊 呃 那个就是那个 你看这两盆花 你看这个 大家看出来毛病了吗 我摘的比较深哈 比较深 为啥比较深呢 因为这个花吧 呃 等到那个 它年年长年年长到 不停的抽花 不停的长新叶 完了长长的 它那个茎 它就是好像就细脖子了是 细脖子那感觉 所以说我就摘的比较深 比较深 完了它那个 嗯 出细脖子那个状态 就比较晚一些吧 好 然后就是 这样的 大家注意看那个 呃 咱们 蜂蜂江怎么提取那个过程哈 那个视频我很快就给大家发出来啊 嗯 这是我意外的收获 我就想上草地上给大家录这个 植物去了哈 啊 我上期视频就是 嗯 录的就是那个 菊科植物 菊科植物有哪些哈 嗯 等陆续的我有时间 都给大家录这个植物 又感兴趣 想认识植物的这个 想认识植物这个 啊 啊 花有吗 它是我们常见的植物 是哪一棵 哪一种哪一种的哈 我就争取哈 多给大家录的视频哈 大家猜猜我们常见的那个大白菜 是哪一棵 哪一树哪一种 但是 啊 一会儿给它这个植透透 我把这个给它擦净啊 这太可耻了 全是女儿啊 看 这就因为它那个土特别的干 这一点点劲着给它浇 你看 一浇它就流出来了 那边就跑到达这거든요 那边就跑到达这种 暗号 会不会也跑到达这种 就会那个地方 很多人就跑到达这种 温暖地这种 不是 是 是 感谢观看